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人稍微的少了一点 有四五个家庭出去去欧洲 然后旅行了 享受神的创造 感谢神的恩典 不管人多人少 求神引领我们享受他的同在 阿们吗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也为教会祷告 求神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的教会 盼望神领更多的属他的百姓来到我们中间 让我们教会经历神的复兴 好不好 感谢神 弟兄姐妹 我们低头闭目 我们一起来祷告神 慈爱的天父啊 谢谢您的恩典 父啊 您今天领我们来在这里 来敬拜您的时候 无论我们是在线上 还是在线下 父啊 我们都要同心合意的向您献上感恩和赞美 天父啊 谢谢您 谢谢您 因着您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出了宝血 为我们舍命 为我们付上了一切我们犯罪所要付上的代价 因着您爱子的救赎 因着您爱子从死里复活 我们得着了您丰盛的祝福 得着了这永生的恩典 父啊 我们就归一切的荣耀送赞给您 就在这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日 父啊 我们就盼望您的圣灵 就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 安静我们每个人 父啊 您祝福您自己的教会 您借着您仆人的口 把您的真理释放出来 让我们无论是讲的 无论是听的 我们都被您的真理所得着 您翻转我们的生命 领我们更加的认识您 也带领我们在这弯曲悖扭的时代 让我们真的不是在口头上 而是真的在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我们的行为上 都荣耀您的圣灵 与这时代有不一样的见证 父啊 您听我们的祷告 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您让我们享受您的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感谢神 今天早上 然后九点多一点 然后沈鹏弟兄就来了 来了他就在后厨房 在给大家预备 今天中午的饮食 然后我在后边扫地 我就听着沈鹏弟兄 一边在那预备 在那听着那案板 刚刚在那响 我就听着他 那个半边响起来 那个赞美诗 就是刚才弟兄姐妹唱的 这个 哇我心里就特别感动 我低着头 我就在那扫地 然后我就听着 那个厨房里的赞美诗 在那响 我就听着那个案板在想 然后我说神啊 真的是 求神纪念你仆人们的摆上 我们知道今天 预备的这个肉品 也是刘畅姐妹 前一段时间 专门开车 给在感动中 预备的送到教会里面来的 弟兄姐妹 彼此的爱里面搭配 真的是感恩神 我听着这首赞美诗呢 也特别感动 黑内尼 是个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 这是一个词 黑内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看啊 这个内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内是看啊 后边跟着的一个字尾 这是一个词里边 他的这个 内就是我 如果希伯来文这句话 直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啊 我 他引申的意思就是 神啊 看啊 我在这里 求你呼召使用我 就是黑内尼 这个意思 感谢神的恩典 一边扫地 一边听着神的仆人来服侍大家 一边来听着这赞美诗 今天又听到这个神的仆人们在圣台上赞美神 我的心里特别的感动 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 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 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回顾 回顾的就是上个主日 我们分享的一个信息当中的一个枝节 因为这个部分呢 并不是上个主日 我们分享那个信息的核心 我们上周呢 说了 基督徒重生得救的确据呢 其实照着圣经的总原则 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的确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得受圣灵的内住 有人说 哦那他那个听了福音 他觉知信主了 或者他受洗了 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得救的一个确据吗 这个是一个得救的外在的一个表现 一个真正有重生 有内圣灵内住的基督徒 他听到神的福音之后 他有个外在的表现 就是他愿意在人前来见证自己的信仰 因为这是由内而外的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愿意见证自己的信仰 所以他才愿意在人前做了觉知的祷告 但是呢 我们知道 从人来看 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正得救重生 只有神知道 但是呢 我们知道 这个一个人做了觉知的祷告呢 我们未必就确信知道 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那你说了 说得受圣灵 是符合圣经的总原则 说我们一个基督徒 得永生 得拯救 得重生的一个确据 那问题就来了 圣灵是一个灵啊 如果神不许可 我们的右眼并不能看到 是得了圣灵内住的人呢 神许可 我们知道在圣经记载 让施洗约翰在大河边 看到主耶稣基督 然后进到河里边受洗之后 主说 咱且让我进着猪般的义 他受了洗之后呢 神许可让他的仆人 让先知施洗约翰 就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 主耶稣的身上 因为神早就给他验计 让他知道你看见圣灵 降在谁的身上 你就是他的开路先锋 就要为他做见证 所以呢 神把这样的恩典 给了施洗约翰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呢 我们未必就得这样的恩典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是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呢 这是个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这是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他之前我先举一个例子 我还在温哥华服侍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呢 他是上海负担大学的那个博士生 后来呢 他来到了温哥华 在温哥华的UBC大学呢 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 他有一次自己做见证 他说 我在上海信主了 哎呀 我那个时候我特别火热 我特别愿意在教会里服侍 后来呢 他说我心里面就犯起来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问题 他说 哇 牧师教导我 信主 得永生 那我是否得着这个永生的恩典呢 那我怎么知道 我是一个得永生 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 他说呢 我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让我折磨我特别的难受 他说我呢 又不好意思直接问牧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怕把牧师给问住了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反正没有选择问 然后他说 哎呀 我就憋得难受啊 他说我就 用那个曲线 曲线救我的方式 我说你怎么曲线啊 他说 我就选择 我跟牧师说 牧师 我可不可以在教会里多一些服饰啊 牧师说 好啊 他说 其实我的目的呢 是既要服饰呢 我还想听听教会里的这些个牧师啊 长职啊 他们的谈论 万一谈论圣道的时候 我听到了 哎 白一点 让我得到了这个帮助 我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他说就这样 他说 我在教会里服饰了四年 你猜怎么样 他说 没有听到一次牧师来谈对这个问题 他说 哎呀 我那个心里啊 他说 我的神啊 他说 我怎么能够得到解答呢 说话 他就跑到温哥华来了 他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基督徒 在转瞬之间 或者在心里边 有很强烈的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探究 或者想得到确据 他来到温哥华之后呢 他也得不到答案 他就一直在为这个事情 他在祷告 后来有一个八十多岁的仆人 从大陆被邀请来 就在讲这个问题 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特别兴奋 然后他讲完了之后呢 好像他说我听了之后 我还是有疑问 这个时候他说我就走到台团 他说我就问这个牧者 他说我到底 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重生得救 得永生的基督徒呢 这个问题憋我太多年了 这个牧者呢就看着他 他说这个牧者就看着我说 那你回去祷告神 然后他就回去 他说一句话就把我知道了神旁边 当然这是好的答案了 他还是没得到那个问题答案呢 他自己得到这个问题答案是怎么得到的呢 他说直到有一次 我一直在祷告神的时候 忽然那一刻 圣灵就光照他 他说圣灵的大光光照他 他说我 从神来的安慰 让我知道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从此有了确据 他说我从此 他说我的人生的喜乐 是我原来从来没有过的 因为你有了这个天国的这个确据 然后他说这个见证的时候呢 我就在一边听 我一边听呢 我就一边问神 我说神呢 你现在领我做你的仆人 如果有教会里边 有弟兄姐妹来问我 那我怎么来回答 弟兄姐妹呢 我当时一想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答案 哇 我说神呢 我就从此开始求问神 我说神呢 既然你的圣灵 能够感动那一位你的仆人 让他知道了这个确据 求你也把这个恩典给我 赏赐给我 好让我将来有一天 能够服侍你的教会 然后我就在祷告 我就祷告 但是我还没有得到答案 我祷告一天 我祷告一个月 我祷告一个月不完 我就一直在祷告 直到有一天 我在看神的仆人 就是唐松荣牧师 他讲道的时候 哇 他分享了这个答案 因为也有人在问他 我觉得因为我在 也在找其他的答案 当我看到了唐牧师 所说的这个答案之后呢 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给唐牧师恩赐 给他恩典 让他有不一般的这样从神来的带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符合全本圣经的一个全辈的一个真理 今天呢 我就把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邪论文 我们得有角柱啊 出自唐牧师的这个 我得做个角柱 口头的角柱 是来 又得有来源 好的 我们就 我就把听到的这个 在圣经总原则当中来分享的这个 我怎样知道自己得受了圣灵 或者说我怎么知道 我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我蒙圣灵重生了 我有这个确据呢 唐牧师说 他说有五个方面 弟兄姐妹盼望大家认真来听 他说第一个方面 你真的听过全辈的主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 你听过这个全辈的救恩的这个福音 那一刻你也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救主 我也真的相信我愿意让他做我生命的救主 他说呢 只有被圣灵重生的人 那一刻才真的相信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生命的救主 第二 我真的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 一个真正被圣灵重生有圣灵内住的人 他会被圣灵光照 圣灵重生着一个人的生命 令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我们也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 求神饶恕赦免我们的罪 听了福音就真的认信 第二就是我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也在主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也愿意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 弟兄姐妹 若不是被圣灵重生的 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世界上的人犯罪就像喝水一样 他为了得人前的虚荣 他为了得自己的好处 他为了得这些个表面上的东西 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 他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但是一个真正有圣灵内住 蒙圣灵重生的人 却真的认罪悔改 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第三第三是什么呢 一个真正蒙圣灵重生的基督徒 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 他的生命被翻转 被翻转成什么样呢 他愿意或者他更喜悦 更喜悦渴慕神的道 他更渴慕更加的认识神 他更愿意得神真理的造就 我记得有一次讲到我们分享过 神家里的百姓 要求或者需求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朴实 就是哪里有蚝草 我就像那个羊一样 就愿意在那个溪水旁 吃那个肥沃的蚝草 就愿意亲近神的道 就愿意更加的认识神 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外在的表现 你说第四个是什么呢 第四个就是一个真正蒙圣灵 重生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 他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 都越来越不愿意回到原来 自己犯罪的老路上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一个犯罪得罪神的 不是行走在大光中的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谦卑承认 即使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依然有自己生命中的软弱 有老我中的亏欠 偶尔我们会被老我胜过来犯罪得罪神 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那一刻会被圣灵光照 会有圣灵的责备 那一刻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 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再回到原来 我们自己犯罪的老路上去了 记得有一个仆人做见证 说 我觉得这是个遇到的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他姓李 好多人叫他老李 他说老李啊 这个人有一个嗜好 世界上的人来看他人是个很好的人 但是呢就是爱打麻将 哇一沾上麻将走不动路啊 然后呢他信主了之后 光照他的打一次麻将 神就责备他一次 他打一次麻将 神就责备他一次 后来他终于 神领他下定决心 他说神呢 我不再回到我犯罪的老路上去了 我不再跟那个在那个昏天黑地的地方 跟那些人在那打麻将 我觉得那不容要你的圣名 然后那一刻他决定不打麻将了 不打麻将不算完 他有牌友啊 牌友老在楼底下喊他 其次呢他不理他 后来有一次他觉得这样有点扰民了 因为那个牌友的地下这次特别坚决的喊他说 老李下来 三学一你走了 就喊他知道他在楼上就叫他 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 他觉得有点扰民了 他就探出头去就跟这个人说 你别喊我了 老李死了 人好好地活着 但是那个老我死了 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知道我们在重生得救之前 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蒙圣灵光照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 我们随从世人一样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软弱 爱犯我们自己犯的那几样罪 或者那一样罪 但是我们知道 神领我们回转的时候 有圣灵内住的时候 我们再也不会愿意回到那个犯罪的老路上去了 还有一个第五个 也是一个重生得救 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 那个不同于世界上的人 那个独特的生命的特征 那些外在的表现就是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第五样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会慢慢的发现 你会慢慢的发现自己呢 越来越关心那些 没有得救的人的灵魂 你盼望他们的灵魂得救 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 也就是说用白话来说呢 你就盼望那些个没有重生得救的 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们的家人 然后或者是我们马路上的人 你看到那些个还在最终为乐 在世上飘泊的人 你看到他们 你真的开始越来越为他们的灵魂得救 甚至为他们祷告迫切 甚至来传福音 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不一样的生命特征 因为世界上的人 他们不知道永生 他们不知道永生 也不在乎这永生 只有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才知道 蒙神重生 才知道这个恩典 好的 这五样 哇 我看到之后 我跟神说 神啊 求你加给我智慧 你让我把这个背过来 然后当有神的儿女来询问 有这方面疑问的时候 让我好服侍你的教会 上周我们讲到了得永生的确据 就是我们生命中得受圣灵 这五点 我们快速的尽量能用一句长话 我们总结它 第五点 我们正好一起来温习一下 我们听了全辈的福音 真的信靠主耶稣基督 做我们生命的救主 这是从圣灵来的 若不是神的灵感动 就没有人能认耶稣基督为主 这是神借着他的仆人保罗说的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知道 我们被圣灵重生的人 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们光照 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认罪悔改 我们也更愿意渴慕神的道 这不是我们装的 这是圣灵引导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神家里的儿女 圣父圣子圣灵 神的第三位格 他是神住在我们里面 他是神 他是创造万有的神 他的能力远超过我们所想的 他会引领我们向着神的道 向着神的光 第四样 就是我们再也不愿意 回到原来犯罪的老路上去了 第五样 第五样 就是我们越来越迫切 越来越对那些个 关心别人的灵魂得救 为那些没有得救的灵魂 有迫切的盼望 好的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盼望 大家听到这个神的真理呢 就我们自己得圣灵光照 得着这个确击 好让我们不再为自己 是否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而摇摆 有的时候信心足的时候 知道神啊 我是神家里的儿女 有的时候神啊 你看我犯罪了 我这个软弱 真的是不荣耀你的圣名 那我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 求神兼顾我们 我们只有在神的真理里面 我们才不会挣扎 才真的有自由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 我们往下看 好 我们今天也分享一处 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马太福音的六章 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好 我们刚才祷告了 我们就继续往下读经文 我给大家开声来读 马太福音六章 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经文说 所以不要忧虑说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怎么样 我们最后一节 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吧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预备开始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 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 这段经文呢 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一个基督徒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还有很多的观念呢 被神翻转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信息呢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也是特别难翻转的信息 你说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一个基督徒 怎么能看待钱财 和看待我们敬拜神 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肉身在地上 我们还没有完全变成荣耀的身体 主耶稣还没有再来 接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 我们暂且还在过这个在地 如同在天的生活 过地上的生活 我们就要有吃喝拉撒 往往我们就有这些挂虑 往往我们在生活中之前 就受了很多属世的教导 这些个属世的教导 这个文化的影响 对我们非常重要 主在登山宝训就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基督徒 非常重要的要翻转的一个 一个在真理中要被翻转的 在这些经文之前呢 我们还有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 我一说大家就熟悉了 主耶稣说什么呢 说 你们不要既侍奉神 又要怎么样 又要侍奉马门 这个马门就是指财力 指钱财 主在讲这节经文之前 就讲的刚才我们说的 你不要既要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哇这经文好像说的 我们大概明白那个意思 我们能够 哦能够知道主耶稣 要说的那个意思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重点 在哪里呢 弟兄姐妹 重点就是我们怎么在我们实际的生命生活中 来把握神给我们的原则 我们怎样来行出神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来 感谢神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好 因为说漂亮话很容易 神的仆人站在圣台上 说漂亮话也很容易 但是 我们真的要知道 从神那里领受智慧 从真理中得着我们 在路上所行走的真光 这是我们 要得着的这非常重要的这个宝贝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点 就是属世的物质诱惑 我们我再来开声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 经文说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这句话是谁说的 弟兄姐妹 是主耶稣亲自说的 主耶稣亲自在山上 用他的真理来教导我们 说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个忧虑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呢 原文是什么的意思呢 原文的意思是说 不必要的担心 你不必要的担心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问题来了弟兄姐妹 我们先看经文的表面 如果主耶稣基督 我们打个比方 是在我们旁边的一座高山上 对着现在我们这个世代 对着我们2023年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的 在美国的基督徒 是去说这句话 其实呢 好像不是那么的扎心 你说为什么呢庞山道 因为呢 我们知道就现在我们生活的物质条件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 那主啊 这个事不难 那行 我可以想不想了 我不是吃汉堡 那我就吃吃那个 我不吃麦当劳了 我去吃披萨 然后我不吃披萨了 我去吃点炸鸡 我不吃炸鸡了 我去买几块三文鱼 我烤烤 吃什么喝什么 我现在穿什么 对在北美生活 对现在的基督徒来说 好像不是什么大事情 但是我们回到当时2000年前 主耶稣基督坐在山上 所教训当时的那些个百姓 并且当时追随主的百姓 那些很多都是穷苦人 我们知道在博塞大的旷野 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呢 喂饱了5000人 这还是男丁 还不加妇女和孩子 你说 这个事件有什么关联吗 有的 你发现那么多的人来到旷野 来追随主 那个时候 估计没有人开汽车去 大部分都是走着去的 所以呢 不量到旷野 再回到家中 有的地方 有的人是很远的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 这些个人当中 门徒说了主啊 当主说要给他们吃的的时候 你读经文 看到那个细节 你只有一个门徒说 主啊 这些个人当中呢 只有一个小孩子带了什么 带了五个饼 两条鱼 你发现绝大多数的人 居然来到旷野 他们没有拿吃的 其实我们知道 在那个时代 吃的对一个家庭来说 喝的 甚至很多的研究 圣经的学者说 在以色列 在犹太那个时代 很多的家庭 每个家庭出去的衣服啊 成年人 不要说分男女 很多家庭成人 只有一套衣服 这个家里边 就一个人能出去 那个人 其他人就不能出去了 因为没有出去的衣服 我们知道主耶稣 在背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外衣 被冰钉拿走了 就连他的那个内衣 都是碾鸠 被分掉的 如果在现在我们来看 哪一个行 我们还在举行刑的这个例子 有那个行刑的那个人 能够把那个 被行刑的那个犯人 然后把他的衣服扒下来 自己来穿在身上 洗干净了 所以我们知道 在那个时候 即使是罗马的兵钉 他们行刑 我们知道主耶稣 被列在这个犯人当中 被列在强盗当中来钉死了 那一刻 就是在行刑之前 就是连他的那个内衣 都是被碾鸠 他们不愿意把那个没有 没有被分开过的 是一个完整的内衣 是一个很好的内衣 不愿意把它分开 剪成几块 大家分了 就是那样的条件 所以主耶稣 在山上保训 教导当时那样的物质条件的人 说什么呢 说 你不要为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挂绿 这个教导就不简单了 主教导他们说 这是外邦人所求的 其实弟兄姐妹 就我们现在来看 我如果我们用对比的方式 来看这个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样的物质需求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条件 来类比的话 我们不妨就类比一个 我们看看别人的车 我们看看别人的房子 或者我们看看 再类比一下 我们看看别人的游艇 其实有点这样的类比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很大的集团 然后给我那个公司投资 然后那一刻 然后那年我35岁 我跟大家做个见证 我觉得哇 我好像一下子手里有了好多钱 我比我很多同龄人 当时我钱要多 我做的也比较成功 我经营着公司 但是那一刻 我在自己的骄傲中 然后我到了集团之后呢 同样集团跟那一天一起 成立了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公司 公司叫地产公司 同样有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一个人 比我大一点 他是集团里边的人 我是集团外边 被股东合作 给收购过来的 我们两个在同一天呢 参加了集团的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欢迎的一个宴会 这个宴会呢 我们两个还都要被发言 他是负责房地产的 我是负责传媒的 在这个集团里边 因为那个集团呢 对我们这两个公司呢 寄予厚望 因为对传媒呢 那个 这个集团呢 投资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是专门包装 要做上市的 就是这个 做传媒公司呢 是要准备集团 是要准备打造一个上市的公司 在香港 然后呢 我就是总经理 然后那个呢 是做房地产的一个总经理 在集团下属 我们两个同一天参加了这个 这个欢迎的这个宴会 因为这个宴会呢 这个董事长非常重视 他把他的朋友邀请来了 邀请谁呢 邀请了当时的那个贵州茅台的老总 贵州茅台 大家如果熟悉的话 知道贵州茅台的市值非常高啊 市值有两万多亿人民币 整个贵州省的GDP是多少呢 两万亿 还比贵州的贵州茅台的这个市值低两千多亿 把他叫过来之后呢 邀请了谁来呢 那天在这个宴会上呢 邀请了这个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个集团的团保 不是国保啊 是集团的团保 这个团保是谁呢 他已经退役了 退休了 不能叫退役了 他要退休了 他退休了呢 他是茅台酒的最后一道关的瓶酒师 你说是这是他他团保在哪里呢 他这一批茅台要装瓶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价位的 他尝了之后 嗯可以装了就可以装了 如果他尝了之后 嗯这不倒掉 那就倒掉了 一瓶酒几千块就倒掉了 然后呢 当然不止那一瓶了 他把这个瓶酒师带来 然后呢 这个瓶酒师呢 曾经服务过谁呢 如果知道这段历史的 当时日本的有一个首相 叫田中角荣 大家知道吗 田中角荣呢 就是跟他跟这个首相在位的时候 他率先跟中国建交的 对 在美国跟中国和美国建交之前呢 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 火速跑到中国 他先跟中国大陆建交的 然后呢 当时在这个建交的这个场合上 就是这个瓶酒师 最后这一关的瓶酒师 在那个国宴上 他给调的这个茅台 然后呢 在国宴上 然后大家举杯庆典 据说田中角荣 连啤酒都不喝的 那一天喝了好多这个茅台 挨桌敬酒 这不是我说的 是中国官媒说的 然后董事长很重视这个场合 就把这个 这个 茅台的这个老总 还有这个瓶酒师 这个瓶酒师已经退役了 他的儿子 他已经退役了 他儿子现在做茅台的 最后这一个 然后就是这样重要的一个场合 弟兄姐妹 一个35岁的年轻人 我很骄傲 我真的很骄傲 我觉得因为开董事会 集团也说了 董事长就当着 董事会的这几个人说 我们知道 说了这个是要形成决议的 是要执行的 在这个集团 他说了 说 庞宁这个公司 要完成今年的这个任务之后 然后再以后 这个集团 这个传媒公司 再有投资 小于或者等于 3000万人民币的 这样的金额 就不用再上董事会了 我自己签字 就批 然后呢 董事会是有记录的 然后这个 你知道一个35岁的年轻人 坐在那个董事会 然后我听到这个 他也介绍很多的关系给我 哇 我骄傲到极点 但是到了集团之后 弟兄姐妹们知道 神就开始领我走完全不一样的路 我自己以为 哇 集团给我那么大的帮助 要给我 给我那么多的社会上的关系 有这么多的资金的支持 甚至我自己用的都用不完 然后我事业会不会做得更好啊 我当时就这么想 我自己就这么熟识的盘算 但是刚才说到 这两个人站在一起之后 就有了不一样的路径 这个人呢 不能叫他弟兄 他是个朋友 好朋友 他是信佛教的 非常敬虔的信佛教的 他每天就拜拜 然后那时候神领我已经开始敬虔 开始归向主 然后呢 我知道他拜偶像的 神让我看着和他走不一样的路 走什么不一样的路呢 我从到了集团之后 我做什么什么不成 哇 即使是老客户找到我要做什么 新的投资 做那个电视节目 找到我的合同都做不成 哎呀那会儿 我不知道现在掉头发 跟那会儿有没有关系啊 我天天掉头发呀 你知道天天愁苦 然后 我就看着这个地产的这个 这个老总呢 每一次我们上集团 因为每个季度要报一次董事会嘛 董事会要报一次 然后他报的就是业绩这么好 然后呢 他因为他经营着当时集团好几处地产 有租的 有盖的 哎呀做得很好 然后等我报的时候呢 我是亏损 然后你上一个季度亏损 这个季度还亏损 我说还亏损 哎呀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每次恨不得我找个缝就钻进去 然后直到有一次 我受刺激了 我受什么刺激呢 往往你知道弟兄姐妹 这个经文呢 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边 我们知道神要教导我们做什么 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教导我们的 你不要看那些个外在的东西 你知道我都会给你预备 那些个是外邦人所求的 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 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 就怕在实践中一用 我们往往就软弱了 就倒下了 我那一刻我自己就倒下了 你说你怎么倒下了 世界上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被伤害了 因为什么呢 我对比了 对比什么了呢 有一次开完了董事会 要去一个地方吃饭 哎 我发现我上一次注意这个 这个 这个房地产这个总经理的时候 他开的车跟我是差不多的车呀 哇 现在集团给他配了一个新车 在大陆来说 这个车很贵的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奔驰的一个SUV 我知道那款车多少钱 一百多万 在美国可能并不算什么太贵的车 但是也不便宜 但是集团给他配了一辆 那个那么好的车 他开着 哇 没有对比 没有伤害呀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我因为那一刻我看见那个车的时候呢 我忽然想起来 董事长对我说的一句话 他说呢 嗯 好好的 好好的努力的带领公司来做 我呢 我有一次听培训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 我在操作公司 我在操作集团的时候呢 我现在追寻这个原则 因为我们两个关系非常好 他说呢 他不是专门跟我说的 他说他在他跟我就谈天的时候 他说 你奖励员工的时候 其实他在教导我怎么管理公司 他说你在 你奖励一个员工的时候呢 你奖励他就要奖励他的心花怒放 啊 如果他违规了做罚款的时候呢 你要就罚的他 罚款罚的他叫什么 叫 忘记那个词了 反正还挺押韵的 对不起啊 可能上帝让我忘了 我就记得那个 你奖励他又奖励他心花怒放 我看见这个 他不是弟兄啊 这个他开的那么好的车 我没有被奖励啊 他集团 他被集团奖励开一百多万的车 哇 他心花怒放了 我那一刻我有伤害了 弟兄姐妹 真的是 你在处境中 你比较的时候 往往那一刻 我们就看中了这个眼前的东西 弟兄姐妹 你自己你拿钱买个一百多万的车 和你集团奖励你一辆 那个还不一样 你自己买得割自己的肉啊 集团给你一台车 你出去开着多荣光啊 在朋友面前你发现 哦你集团跟你在一起了 你又开了这么好的车 哦下一步你怎么怎么样 你换更好的房子 弟兄姐妹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你开什么车 或者你又买了游艇的 哇 你又 你看我那房子多大的地 然后怎么样 真的 你 你换了一个大房子 你邀请朋友们到了你的家里边 你开个party 哇 你你虽然装的很低调 但是你心里面 我想也是心花怒放的 对不对 我在那个温哥华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 对不起不是弟兄 有一个人就叫我 他说 旁船道 你看你整天服侍教会这么累 走 你去我那船上 然后我带你去船上 然后去去去去去 去happy party 然后我说 我去你船上看看吧 然后他到我去到他那个船 那个码头上 然后我去看看他船 我说哇 要不人们买船吗 真的挺舒服的 他说那个谁些谁来温哥华 办演唱会的时候 我就托朋友说 来你演唱会结束了 走 我我拉你咱们去海上 然后咱们去那个海上 然后咱们在船上住 然后在船上钓鱼 然后第二天咱们在船上继续喝酒party 哇 弟兄姐妹 这些个属世的这些个物质的诱惑 真的对一个基督徒 有吸引力 你别说有对比的时候有伤害 你没有对比的时候 你想想这些个对一个基督徒都有诱惑力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原则就来了 都就坐在那个山上 对那些个还有吃喝有问题的人 一个家里边只有一套衣服 这样的人说呢 你不要为吃什么 喝什么 你不要老缠那个波哥 缠那个披萨 你不要老想着穿那个名牌的衣服 然后你不要为这个挂虑 你所需用的这一切 天父都知道 弟兄姐妹 主说的这个话我们知道是真理 我们看着这个表面说我们不要求这些个东西 实际上 在主所说的这个真理的这个更有深层次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单我们要不看中这些个物质的外在的东西 弟兄姐妹啊 说着容易啊 我们先把这容易的先说出来 我们不单不看中这些个外在的物质的东西 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我们更要从神那里支取信心 让胜过我们的软弱 真的能够行出来 感谢本点 我们往下看 我们来看 主耶稣说完那句话继续的教导 非常的精炼 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求他的义 这些东西呢 都要加给你们了 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生活了这么多年 神让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一听到结尾这句话呢 有的时候觉得如果在处境中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会觉得心拔凉拔凉的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神到什么时候来啊 怎么还没有啊 哇 你知道我在经营公司最后有慢慢慢慢公司就烧钱了 烧一年的钱 烧两年的钱 最后公司终于有一次 困难到要开不出工资来了 弟兄姐妹 这是真实的处境 哇 我说神呢 这真是没办法了 求你帮助我 那一刻呢 我跟神呢 那个 那个 反问神的心 不顺服神的心就来了 我就跟神还拿神的经文 来跟神对质 我跟神说 我说神呢 你说少壮狮 狮子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一样好处也不缺 我说神呢 我明告诉你 我现在就缺 我开不出工资来了 我也是寻求你的呀 你经文中就是这么说的呀 但是我现在真的就缺了呀 弟兄姐妹 一旦我们遇到这样现实处境的时候 一旦我们遇到这样现实处境的时候 主耶稣在山上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 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他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 你就觉得 当然我们是打一个引号啊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你就觉得主啊 你是不是 会不会在别人身上是信实的 给我开了个空头支票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处境中 从我们自己 我们都不愿意经历这样的难处 这样的难处 其实如果从今天我们的这个 从财务来看 不单单从财务 我们每个人其实 或多或少 都有在神那里所求的 其实都能在这个真理里边 被神的真理所光照 你可能在财务上 现在不是那么的缺乏 但是你或许你在神面前 有别的所求的 孩子的教育啊 我们的健康啊 夫妻的关系啊 我的学业啊 下一代啊 长辈的身体健康啊 或者在很多的方面 其实我们在处境中的时候 主所说的真理都对我们有光照 我们真的 怎样能行出来 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重点 主说你们先求神的国 求神的义 我们快快的看啊 我们先从自义的表面来看 什么是主所说的 他的国 他的义 我们来看第一个神的国 从整本的圣经总原则 最广义的来看 神的国是神 掌权的一切国度 就是神的国 神创造万有 我们人受造有限的理性 所能想到的一切 甚至超过我们理性 所能思索的一切 万有都在神的主权当中 都是神的国度 这都是神的国最宏观的 这个定义 我们继续往下边来看 还有圣经对神的国 还有不同的定义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是我们今天重点的部分 大家呢 对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个概念性的呢 大家有一个了解 或者能记住记住也没关系 我们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怎么应用啊 我们来看 经文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 主耶稣说呢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这里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的国 第二个圣经的意思就是 神永恒的国度 神永生的国度 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国 就是神的国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部分 还有一处说到了神的国 经文说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 经文说 人也不得说 看哪在这里 看哪在这里 因为神的国怎么样 在你们心里 原文呢 又有一个很重要的词 intos 神细系词 按英文的划分来说 intos 这个戒系词什么意思呢 除了我们和和本的译本说 在你们心里 这个意思就在你们的心里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呢 就是在你们的中间 在什么什么中间 在这里边呢 原文所说的意思呢 神的国在你们心里 也是说在你们中间 这里就是说神的国的意思 就是指神的百姓 就是指神的教会 我们知道教会并不止指建筑 而是指神分别出来 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一群人 就是神的教会 这一群人的敬拜 我们就是神的教会 感谢神 所以呢 我们快快的说了 神的国的三个意思 在整本圣经有三个方面的意思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再继续来看 什么是神的义 经文说 先求神的国 求神的义 这个神的义呢 是我们都用一句话 来把它总结出来 也方便我们的记忆 这个神的义 是神一切圣洁 总括 就用神的这个义 来表达出来 神的一切的义 祂的圣洁 祂的公义 祂的良善 祂的怜悯 祂的慈爱 这一切的神 全被的至圣的属性 经文用神的义 所表达 好了 我们知道神的国和神的义 在这个圣经字义的意思 好 那你说 庞弟兄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主耶稣 你用最简练的方式 好让我们方便记忆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 我们先求神的国 求神的义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生命中 怎么来指导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来看下边 主耶稣在这里 所说的求神的国 我们刚才说了 神的国的意思 其实我们知道 主所说先求神的国 神的国度 谁是王啊 神的国度 神是王 神是那一位掌权者 主说我们求神的国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 要完全降伏在神的主权之下 求神的义 就是照着神旨意 所喜悦的而行 神的义 就是神 在他旨意中 所行的那个义行 主神 领我们 愿意 让我们 降伏在神的主权之下 照着神 所喜悦的 那个圣洁来行 这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的 哇 你说 这个意思 如果化繁为简 就是这两句话的话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 还有没有问题啊 其实我特别喜欢 大家有问题 大家不要有问题 不要憋着啊 有问问题是好的 我听了这个 我听了这个定义 当我明白这个定义的时候呢 我自己就有问题了 我说我们要完全降伏在神的主权之下 并且照着神所喜悦的去行 这个道理我知道啊 又回到刚才我们不断在问的那个问题 没有对比 没有伤害 没有那些个 我真的是世界上的东西 那些个属世的 对我们有诱惑力的 那我在这样的处境中 我们怎么能够靠神 能够行出来呢 弟兄姐妹 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 盼望神借着这个例子 让我们能够从神那里领受 从神而来的 给每个人不同的 那个属灵的光照和带领 当然我们知道 见证不是见证我们自己 我们见证是诉说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感谢神的恩典 记得那会儿 我跟黎敏姐妹 还有女儿 正好在我们搬到了一个地方 搬到了温哥华的伯纳比这个城市 伯纳比这个城市呢 它是在大温哥华地区的中心 它到各个地方呢 各个城市呢 大概开车都半个多小时 我们租了一个房子 神的恩典呢 让我们租了一个公寓 这个公寓呢 够我们三个人住 只有一千块钱 一个主内的姐妹帮我们找的 我们感觉很恩典 我们租了这个房子之后呢 当时呢 我在服侍一个团契 服侍一个温哥华的团契 有另外一个团契呢 因为当时呢 大家知道神让我们好多年 都在这个经济的处境当中 然后我们没有钱买车 更别说买房子了 我们知道在北美的公共交通 很不方便 然后我们去到那个团契呢 哎呀 我们祷告平安了 神许可 因为我在那个团契呢 还不是说我在那个团契里边来带领 神许可祷告的时候 神许可让我去到那个团契呢 做什么呢 去到那个团契呢 就是来旁听 因为呢 那个那个教会里边呢 那个教会有过好大的纷争 弟兄姐妹好多人受过伤 神就领我感动来服侍那一个团契呢 就是在旁听的时候 在有些个经文的时候 在有些个地方 可以让那个弟兄 那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呢 得安慰 哇 弟兄姐妹 温哥华的天气 你们知道 到了冬天的时候 一到这个时候 慢慢的开始 一个星期就有三四天再下雨 也不打雷 也不刮风 就是滑滑的下雨 然后呢 他但是一下不停啊 但是到了冬季之后 温哥华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你有十天是阴雨天 有一天基本上是晴天 你没有公共交通 出行很不方便的 我要坐地铁 还要等公交车 你要错过了一般公交车 那你肠子得毁清了 得等半个小时 哇 神领我们就去服侍那个团契 你知道 服侍团契完了 一般都是挤上 都晚上不早了 你要抓紧赶上那个末班的 那几个班车 那会儿间隔时间更长 你就你没有车呀 弟兄姐妹说送你 你不好意思让他们送了 然后呢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 就有一个词叫什么呢 我们不能说的那么凄凉 戚风什么什么雨 对 然后 我们就走在那个晚上 那么北美很冷的 走在那儿 然后天上这个下着雨 你打着伞 在那等公交车 没有人在那等公交 很难受的 你坐了公交 然后你去导那个地铁 坐地铁再回家 还得大概走十几分钟 不但下雨 温哥华有时候还下雪呢 哇 弟兄姐妹 感动我 我们没有车 我们 我跟姐妹就去那服侍 哇 你知道我们服侍的处境是什么呢 哇 服侍着服侍着 我们的处境又来了 我们每个月要花一千块钱租房子 我们两个人都在那都没有身份 我们我们也不能做那个不荣耀神的 我们也没有没有工作的权利 我们就都不工作 因为那样神不喜悦 我们不工作 弟兄姐妹啊 在世界上的人来看 我觉得啊 我们两口子就不务正业 你知道吗 你去服侍一个团契还好 你去旁听啊 你一个月花着一千的租金 你是不务正业呀 就在处境中 弟兄姐妹 你 你在这个你还有对比呢 你还有伤害呢 哇那弟兄姐妹 大家都有车 那个团契里的人 没有没有车的 并且那个团契的人 谁让我们服侍的 他们条件都特别好 哇那房子都是大房子 开很好的车 有时候他们 有的会送我们到公交站 有的时候呢 说你留我们家住一晚上吧 哎呀 我们接待客人的房间 比我们 我觉得比我们住的 租的那个房子都大 哎呀 如果用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 就是没有对比 没有伤害呀 神就让你来服侍 这几个人 服侍着服侍 我们的处境就更大了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 神有的时候 我们得到这个真理 你在 世界上有句话 我觉得有的时候 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 就是理论 你加上实践 我们有真理的时候 如果神造就我们 有的时候 真的神会许可 让我们经历这处境中 来行出这个真理 软弱的时候 会被得真理光照的 继续神 我们软弱的时候 神把我们领起来 就在这样的跌倒 起来 跌倒 的时候 我们的真理被夯实 生命被建造了 那一刻 说旁弟兄 你说这个意思 就是你软弱了 对 我软弱了 你软弱的什么 什么意思软弱了呢 哇 我们两口子就算 算我们账上 剩的那几千块钱 孩子马上要交学费 女儿读了大学 比读中学的学费 翻了一番 哇 房子一个月一千 这一 我们剩 我说的几千呢 就只够租房子 租几个月了 弟兄姐妹 两个不务正业的人 然后呢 你租房子的钱 只有几个月了 孩子的学费 没有招落 你没有 你没有工作 你也不去工作 你就去服侍团契 弟兄姐妹 处境真的来了 那一刻 慢慢慢慢的 在处境中 我和姐妹 都有软弱了 因为你现实中 我们知道 那些个 各样的处境 有苦的地方 然后 你也知道 你现在的这个处境 哇 难道不得了 我软弱了 软弱到之后 后来我说神呢 因为这个经文 老在心里边 就出来 我说主啊 你说 先求你的国 求你的义 那我们现在 算是求了你的国 求了你的义吗 我们没有 做不荣耀你的事情 没有去工作 其实我们 其实就我们两个人 咱就说 做最简单的工作 就做超市的收货员 在北美最低的工时 我们也能攒出租房子的钱来 对不对 但是神 告诉我们那样 不荣耀神 我们就没工作 没工作 但是我们的钱 真的是处境中 不够用了呀 人一眼瞅了 就不够了 我们两个人 都有不同的软弱 哇 经文就进来了 处境中 我们怎么能够行出来呢 弟兄姐妹 真的不是我们的生命 够刚强 哇 我们软弱的时候 祷告 哇 神就兼顾我们 神继续领我们在服事 这时 你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 我们是在软弱中 就你在最软 不是你在钢墙中 神让我们看见恩典 有的时候 我们是在深深的软弱中 神让这个恩典 临到我们 你有的时候 插一句话 有的时候 我坐在底下 我听在圣台上的仆人 我们不是论断仆人 说仆人 我听见有的仆人说 弟兄姐妹 你要 不刚强 你要不壮胆 你要不怎么怎么样 你休想从神那里得好处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神 举行在我们的理性范围里面 神是长阔高深的神 神 他对人的怜悯 慈爱远超过人的理性 所能想的 我们都在软弱中被建立过 你说有圣经依据吗 有 保罗说 保罗在有三次求问神 但是主耶稣对他的教导说什么呢 主耶稣说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人 我们的刚强是从神来的 那一刻神恩上加恩赏赐我们 神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许可 我们走过这软弱的路 在软弱中 神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 格外的恩典领我们起来 我们在软弱中同样宝偿神的恩典 我们的生命也被在软弱中再一次的从另外的角度得建造 感谢神 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 我就 我就有带领的弟兄 然后呢 我有感动的时候我就做一些分享 那次分享完了之后呢 其中有一个姐妹 她回家 她祷告完了之后 她就跟我联系 她说 她说 旁传道 你虽然现在还没有在我们教会服事 你就是在我们教会团契里边 但是呢 我祷告的时候 我有感动 上帝让我给你 来奉献一些金钱 我在教会做见证的时候呢 我必须每一次我都要说 因为教会里人多 我在我们主里边 灵理相通 必须在神的大光中 我给大家做见证 要说在前边 这个见证只是见证 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并不是旁弟兄借着见证 要贪恋什么金钱 不是的 我们在神的大光中 蒙神光照来 单单的为神做见证 因为有一次 我在国内做了一个见证 就有一个人跑到牧师呢 告我状 他说 是不是他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 对不起 所以从此之后 我一定到教会里做见证的时候 我都要 我愿意在神面前 把当说的都先说出来 因为教会里人多 继续来做这个见证 哇 姐妹跟我说的时候 那一刻 我先感恩神 我说神啊 谢谢你 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从自己的盘算 没有从对比当中 我们没有去做那些个事情 神就让我们做这个 没有收入的这个 服侍这个团契 借着各样的方式供应我们 然后呢 他找到我们之后 给了我们一张5000加币的支票 那一刻我们感恩的不得了 但是弟兄姐妹 从人来说 我马上又算账了 人真的好软弱 我又算账了 我说神呢 哇 孩子这半年要交的学费 这5000块钱远远不够啊 那设计的学费从哪里来 好几万呢 哇 那一刻一边感恩神 一边这人呢 真的是信心缺乏 我马上又问神 其实那一刻我的软弱 我真的盼望神 借着这个 借着这个姐妹给的支票 是够我们用的 你知道我们从自己啊 我们自己在现实中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最愿意 把这个问题快点解决 或者一下子就解决 我们没事了 哇 那一刻我就这样了 但是神呢 又神在处境中 让我又没有了消息 然后继续服侍这个团契 又有一次在服侍的时候 其实间隔时间不长的 有一次那个带领团契的弟兄说 哦 今天呢 我们做一个有意思的 我们自我的介绍吧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然后呢 用你自己想介绍你的方式 然后来介绍 他说我先说 他说我是四个孩子的爸爸 然后呢 那个 轮着大家介绍 有人有一个 有的姐妹 有的我印象很深的 有的姐妹说 别看我姓白 但是我很黑啊 然后当然他就自我介绍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 也不是说谁轻看谁 谁轻看谁啊 哇 我就祷告神 我说神啊 我怎么介绍我自己呢 神啊 求你圣灵带领我 大家介绍介绍介绍 到我的时候 然后呢 我那一刻 我有感动 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我是神的仆人 啊 哦 我跟大家介绍 那一刻呢 大家给我鼓掌 我 我觉得 我从我来说 我觉得真的 我圣灵感动过 我就跟大家来说 别的那天 好像我在服侍 查经的时候呢 我也没有说太多的话 我就听的很多 我觉得那次查经 大家查的很好啊 但是到了第二天 我那个姐妹 又给我联系 我一听那个声音 好像是痛哭流涕之后 然后他说 旁传道啊 我从早上起来 灵修的时候 哇 神就感动我 我就痛哭的不得了 痛哭的不得了 我说你痛哭什么呢 他说 哇 神就感动我 说 你要在主里边 来帮助旁传道一家 哎呀 那一刻他一边说 我一边就把自己的光 软弱在神面前 神就光照我 然后我还 我得了五千的 神的帮助支票 我又马上盘算 我后边所缺的 哇 那一刻 神又借着他仆人 他被感动到 哇 他说我哭了一早上 我哭到不得了 然后呢 他说 我照着神 给我的感动 我给你写这张支票 给你 这个姐妹再一次 给我写了一张支票 我再一看 然后呢 我就没有再想金额的事 这个半 这半年的学费够了 弟兄姐妹 我们都归荣耀给神 主耶稣在 在登山宝训中说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 求神的义 那些个外邦人 求的那些个呢 那些个属世的物质的诱惑呢 你不要看中他 你看中他的时候 我们就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就轻看了神的大能的供应 阿们吗 因为你 你觉得神不能帮助你吗 非要你自己使出所有的办法 动用所有的关系 来做这些事情 主告诉我们 那一刻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中 不是每个人都全职 在生命中被神呼召出来 来服侍神的家 我是这样的 但是弟兄姐妹 你就在你现在 神灵里所在的地方 你说我怎么 求神的国 先求神的义呢 那就是你我 你在你的位置上 你要祷告神 你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 你让神做你 做你神让你所做的 你就在神的大光中 行出荣美的见证来 就在你那个地方 如果说你说 遇到了处境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都会遇到处境 你越照着神的心意 心意去行的时候 往往那一刻 神有的时候 处境就来了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经历 神荣美恩典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说 哇旁弟兄 你那一刻得神恩典了 哇这半年不用想了 弟兄姐妹 你知道 后面的问题又来了 我剩下的半年 怎么办呢 你知道人往往又会这么想 我甚至想 这个孩子 这四年大学都 无余了 无忧 无用担忧了 我那会儿好像安心一些 弟兄姐妹 当你四年的大学学费 你无忧的时候 你就会想别的了 人的欲贺难填 神说 你不要这样 你就照着神的心意行 然后神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神都要加给你了 最后再加一点点小尾巴 再说一点 经文字句说 你们所需用的一切 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我们不要贪恋那些 我们所想要的 神会把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加给我们 我们不要人心不足 舌吞向 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点 但结尾的地方 我们要说出来 归一切的荣耀 送赞给神 求神带领我们 就让我们在自己所走的路上 在我们所做的那个服事的那个岗位上 让我们先求神的国 求神的义 假如说 神在处境中 求神领我们 要跪下来 安静的祷告神 寻求神 纵使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一定有信心 神依然能够帮助我们 建造我们 阿们吗 感谢神 归一切的荣耀 送赞给神 感谢主阿们